故意让老板射死 喊他什么反应 不用啊 嫂子 你跟我出来逛街 要是我哥知道了怎么办 啊 你干什么呢你 他是 他是我助理的 不是啊 嫂子 我上次还是男闺蜜 怎么这次又变你助理了 你有病啊 嫂子 好了 来给你这边给咱们加点水啊 好的 谢谢 一会吃完 但我们去看电影是什么呀 不好吧 看完电影都多晚了 我哥知道会生气的 嫂子 啊 你想想啊 你现在每次约我出来 我都提心吊胆的 只要是我哥知道 他不得打断我一条腿啊 哎 哎 好了 好了 别加了 别加了 你那个 别误会啊 别误会 他太瘦了 哎呀 嫂子 我觉得吧 你还是跟我哥离了 之后再约我吧 要把我真的害怕 不是 你有毒啊 哎 嫂子 你干嘛去 嫂子 你还没买到呢 嫂子 你干嘛呢 走啊 我车马去保养了 我交个车先 哎呀 杨总 我晚上能不能不去你家呀 我害怕 哦 别怕呀 你又不是没去过 再说你男朋友都被我派出去出差了 不关心 啊 就了 我来说你男朋友什么都被我派出去出差了